我上次和你做完節目 有一群加拿大網友叫我不要等七送你 為甚麼呢 他說你說的東西和他們的認知有些不同 我沒有跟你說 現在是爆洩的 當然 因為他們在地生活 你就是一個移民顧問 但是我一思考 這些東西根本是完全沒有衝突的 譬如你介紹的地方 我忘了了 你介紹的那間學校位於哪裏 多倫多 是哪裏 多倫多的聖Catherine 聖Catherine 他們就去批評這個地方聖Catherine 大家要搞清楚 第一就是 祖哥是代表聖Catherine 即是你是幫他去招生 當然是介紹聖Catherine 第二 你都是要明白 各位這些網友 這個是一個 我要講得再明些 大家聽我的節目之後 是一個你最快的途徑 沒有人要你一輩子可以去聖Catherine 你讀完書可以離開 當然 是這麼簡單 而且你讀大學一定不會去聖Catherine 沒錯 現在這個是中學 你可能是中四 中五 你可能會過去一或兩年 因為多倫多 在加拿大最好的大學就是多倫多 多大 好了 譬如說 那些網友說 那邊賺錢不是那麼容易 我又不想跟網友爭辯 因為是在地生活 我自己也有很多人在北美洲 很多親戚朋友 當然不容易 但你先回來香港看看 我經常覺得一件事 你有香港人的精神 如果你能夠保持到的話 我夠膽說 你去哪裏都不會死 你只是看看這個 各位 是多聰明 是多聰明 你說去到那邊 你是不是找到 你真的很慶心滿意的工作 我不夠膽包 譬如 你在香港做會計 你是會計師 一個月賺12萬 但是 我真的不膽說 你賺不回 多數都賺不回 我可以跟你說 一定 真的不要一定的多數 但是 你說不是 我求生活的 我賺二、三千元的加幣 都可以的 其實很多事情 是你做和不做的 應該這樣說 你在那邊賺的錢不多 你享受的生活 那個生活質素 質素 但是saving呢 就好很多 但是saving呢 絕對沒有問題 OK 我講的例子 有個個案 是 我們做的一個案 就是 媽媽是做護士 她剛好也是 專業人士 對 做分娩 那些 助產事 對 剛好 她想搞 我們就幫她 配合到一個家庭 她剛好是小孩子 她很喜歡 喜歡 想請一個這樣的專業 不是 不是助產事 那些叫做 不是 就是保母 沒錯 她幫她做 看著她的小朋友 這樣 那 結果呢 她就 幫她搞定了 那她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 她搞定了 她老公同時 就拿到一個working visa 就是她 透過她的身份 她老公拿到一個working visa 做什麼都可以 是 問題是第一點 不做什麼都可以 第二件事 就是 第二件事 她的小朋友 即時 就安排可以讀書免費教育 就是這樣的 你能不能回答 可以嗎 介不介意說 你收了多少錢 你來公司 買藥呢 其實 我們是透過一個 當地的獵頭公司出來的 她收了一百萬 OK 可以 我還要收了 OK 那八幾萬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不要被錢嚇倒 第一 可以少一些 可以多一些 個個案才不同 不同的 第二 我跟大家說計數 如果百幾萬 你移到民 那些小朋友 在那邊 是馬上享受到別人的benefit 當然你去那邊做事 交那邊稅 我們要做一個世界公民 就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一定要交 但是你兒子 就節省了幾歲 節省了十幾年的教育費 那裡也不知百幾萬 沒錯 很緊要 有錢拿 他老公就馬上去 很多事做 順手就移民 他就算是送的 我覺得這樣 就是 有些朋友在加拿大 就會說 因為你東西不好 但其實我好想直接這樣說 我認識的人差不多 個個都在那裡舔人的東西 我經常覺得 我作為一個香港人 我經常覺得 我是很典型的 只要你不是犯法 是合法地 拿到對方的福利 你不能夠說你是幾新蟲 有些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反感呢 譬如 連公民都還沒做 為什麼你可以呢 因為為什麼 我們以前香港是不容許的 是後來司法複合讀 蔡耀昌他們這樣 他們說他們 本來有在情緣的後話 其實你就要去衡量 這個抵不抵 洗個百多萬 未必一定是百多萬 可能多些可能少些 我不知道那個案子不好 不同的 一定會幫他們 好了 如果你說 喂 周哥 我們沒有 我們真的差一點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聽 先了解一下 你先了解一下